大家好,又回到我們省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珍必士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財事珍的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省向正向沙冷氣點讚、分享和訂閱 今節又是我們世界時事多合一的時候 錄製時間是11月3日 好,今節第一條新聞是來自內地 當然,亦是關於台灣地區的 小英,即是台灣地區領導人 她接受CNN的訪問時 首次證實有美軍存在在台灣 就是為提升台灣地區的防衛能力 但是美軍的數目是沒有你們想像中那麼多 究竟有多少呢,就是32個 這個談話其實也是被認為 具有打破區域平衡的突破性的說法 即是本來大家都很好地的 有些東西是公開秘密的 但是不要說出口是比較好的,她就說了出來 令到兩岸 就向一個更加不好的方向發展 我們看到 兩岸經貿關係相當密切 現在內地有人已經呼籲 必須進行供應鏈去台灣化 台灣地區經常說去中國化 當然台灣是中國部分 現在大陸有學者高夫去台灣化 就為了台海有什麼事情發生的話 就減少大陸的經濟損失 究竟是什麼人說的呢 就是大陸的財經作家 零南山 他就是在小英對著CNN 訪問說有美軍駐台 這件事之後就發表這個言論 但是很搞笑 他就說美軍駐台 但是他的手下管理軍事事務的 阿休生 他就說是坐台不是駐台 很少人數而已 不是部隊進駐,是協助而已 其實就是幫他 我覺得是要幫他鬥 當然我們看看大陸財經作家 零南山 他就說 中國大陸企業要提前做好準備 降低,非戰鬥損失 他就說 隨著中國角力不斷增強 統一的時間可能就越來越近 我引述他 中國角力越強 中國實現統一的成本就越低 台獨的希望就越渺望 美國和台獨勢力都知道這點 所以不斷挑釁 加速台獨的步伐 連蔡政府都知道為了台獨 而不斷做準備 這樣我們一定要做準備 相應地要應對蔡政府的準備 他就說 大陸企業界和地方政府都需要做好準備 事實上是怎樣呢? 兩岸貿易量是達到歷史高峰的 根據大陸海關總署的統計 大陸去年從台灣地區進口 價值大概是2,007億美金的商品 同比增長是16% 大陸對台灣出口只有601億美金 兩者相加去年一年 兩岸的貿易額達到2,608億美金 台灣地區對大陸 是享受了1,400億美金以上的貿易順差 但是經貿密切關係 其實可能在兩岸的緊張形勢之下是改變的 作為對台工作的官方部門 其實是大陸國台辦 他仍然覺得兩岸經貿關係好 也是一件好事 並且樂觀地表示 未來兩岸經貿合作和融合發展 必然持續深化 但是這位寧南山教授 他就提醒了 和平統一的可能性 現在看來越來越低 這是他所說的 我只是引述的 如果有一天台獨勢力踩過紅線 統一戰爭可能會突然爆發 這樣台灣地區的供應鏈 癱瘓起碼三個月半年 甚至半年以上 而高達二千多億美金以上的進口額度 就意味著台系產品在大陸製造體系中 滲透程度有深有講 這個寧南山就認為 製造業只要缺一個材料或者部件 立即沒有辦法完成生產和交貨 如果是來自台灣地區進口的商品 佔最終產品銷售的10% 這樣兩千億美金的進口額 我們看到他可能影響到大陸 一共兩萬億美金的商品銷售額 這麼簡單的計算 他也說如果台灣進口產品 佔比例達到銷售的20% 以同樣的二千億美金進口額來推算 也有1萬億商品受到影響 這些數字是相當驚人的 其實這個數字太簡單了吧 這個數字估計 很多其他因素 你計算的百分比好像實在太簡單了 他就說如果大陸企業 對供應鏈系統去台灣依賴化 是毫無準備的話 到時將會遭受到極大的損失 甚至可能倒閉 這個也對 這個也對 其實每個地方 雖然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 都是屬於一個中國 但是始終有準備 不知道真的有什麼大件事發生 未與巢謀什麼時候都是對的 這位教授說得對的 但是 是否這麼容易呢 都是需要想一想 我沒那麼容易吧 我想 因為始終台商在中國大陸幾十年 都是那個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中國大陸對於海外供應鏈的思考 不單止是戰爭 其實去年 我們看到 新冠疫情爆發之後 就有研究團體分析 各經濟體對中國大陸供應的意義 第二 日本、南韓、台灣地區被列為 影響大陸供應鏈最巨大的第一梯隊 而美國和德國 只是在第二梯隊 這樣就可以看到台灣地區 在中國大陸供應鏈上的重要性 這是我引述他的報告 一篇報告也說 台灣地區供應鏈的重要性 甚至在韓國之上 台灣地區對大陸主要提供化工 電腦、電子、光學產品製造 還有基本金屬製造業 還有紡織、服裝、皮革製造等等 中間成品或材料 這些半成品佔對大陸出口商品的三分之二以上 如果台灣地區的供應鏈受損 對大陸製造業影響最大的估計就是 電腦、電子、還有光學產品的製造業 對化工、電器設備、機械設備 亦存在巨大影響 根據這份報告 所以這位寧南山教授主張 大陸企業現在開始要在供應鏈上去台灣化 但並非一律不買台灣的物料和商品 而是要去依賴化 扶持陸系的供應商取代台企 或者引導台系的供應商 將產能放在大陸 以保證供應安全 這不單止是企業要做 大陸的地方政府也是要做的 保證地方經濟不會因為台海發生戰事 而受到重大的影響 事實上台灣影響大陸供應鏈的事情 並非在台海爆發時才會發生 自從中美貿易戰 美國對大陸進行制裁的時候 台灣的半導體被要求停止對大陸供貨 這個已經發生了 所以這位寧南山呼籲 大家真的要注意 而且他的呼籲引起了很多迴響 有人亦說大陸短板還未補上之前 對台灣進行出兵不治 這是國內另一些學者說的 而美國對中國晶片的大制裁 將會造成大陸經濟的倒退 美國會在中國 包括台灣地區以外的地方 重組IC產能 將全球七成左右的台灣地區代工產能 轉移到南韓、日本、新加坡等國家 甚至美國自己都會產半導體 其實大陸的評論圈早在去年一月 就已經有一位叫北京軍政的作者 呼籲必須要提前開始 以及做好產業鏈去台灣化的準備工作 要著重培養大陸本土的供應商 或者扶植整體營運研發還有製造 已經徹底大陸本地化的台企 逐漸地代替台灣企 要將產業鏈去台灣化 以及去美國化 一樣放在同樣優先的位置 越早做就越好 這樣 中國本土的產業鏈就越安全 其實理論上這也是對的 但是做起來應該都有相當大的困難 因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都是要做的 每個地方都應該是多樣化的 無論產業還是出口都應該這樣 這是沒問題的 但是是否可以很快做到呢 我覺得都需要一段時間 好,這是第一則新聞 第二則新聞 就是來自印度地區 印度的媒體 吹到自己的國家很大 是嗎?我沒聽過 我們本來實力就很強 又是你真必勝 其實是甚麼事呢 根據印度媒體 印度時報就說 一架C130J超級大力實 安二十飛機 將印度五個基地的 二百多名特種部隊士兵 連同特種交通裝置 還有導彈部隊 和其他的重型物資 就送到中印邊境 拉達克東部的所謂空降區 印號他們覺得空降區 原來就是為了邊境的軍事演習 按計劃兩天時間內 空降兵將會守住佔領區域 同時敵方印號 這些是因為假想敵 的坦克將會被直升機摧毀 有軍引號 因為全部都是虛意的 主戰坦克和步兵戰車 將會巨手陣地的空降兵 一起會合完成演練 其實這次印度就說 剛才說的演練 全部做得很好 反應迅速 我們跨戰區調動和正準著陸 還有快速偏造 快速突然 拿下這個目標的能力 已經得到穿邊的認證 我們很快的 很厲害的 不用擔心 我們看到 現在每樣東西都十分完美 我們在海拔4200米 20度攝氏的地方 動用了幾百名已經適應環境的士兵 和多件重應的裝備 舉行了三日的演練 就是為了再次向眾國穿搭明確的常識 你不要搞我們辯解 否則你們就會發生很多不幸事件 即是這次演習 印度媒體 吹得很大 順利很漂亮地搞定 當然 還未完 今天還有 但是 他們說 初步來講 很漂亮 問你害不害怕 中國 你們 小心點 這樣的意思 不過 印度媒體就以造謠 出名 所以 它吹得多大都好 如果真的有什麼事 我們才知道 印度真正的實力 是吧 好 這個第二則新聞 第三則新聞 就是來自我們澳洲 澳洲央行 現在就會收緊貨幣政策 為了什麼 應對通貨膨脹 澳洲央行其實放棄了 控制收益率曲線的政策 成為首個採取行動 應對疫情之後 價格飙升的大型央行之一 而且很多媒體都說 澳洲央行是為其他國家央行 樹立了一個榜樣 澳洲央行就說 不再試圖令到三年國債收益率 維持在0.1% 其實之前的星期 央行是拒絕維持收益率的上限 導致短債市場出現震盪 收益率是飆升的 這個轉變 令到澳大利亞央行成為疫情爆發後 首批收緊貨幣政策的發達經濟體央行之一 並且將英國央行 考慮加息的壓力提高了 因為澳洲央行都已經用 收緊貨幣政策應對通脹了 澳洲央行的行長Philip 他就說 取消收益率目標的決定 反映出經濟狀況改善 以及通脹目標的進展早於預期 不過雖然澳洲央行放鬆了對收益率曲線的控制 但是他也發出了信號 表示不急於提高短期利率 承諾保持利率不便 直到通脹繼續處於2-3%的目標區間 我們央行行長也說 實現通脹目標需要勞動力市場 足夠緊張 令到工資增長明顯高於目前水平才行 他也說 實現這個目標可能還要一段時間 央行會保持內心 好 這就是第三則新聞 最後一則新聞就是來自中國內地 大家記不記得雅虎? 雅虎沒錯 以前是輝煌過的一段時期 現在雅虎是美國威信媒體旗下的子公司 就是網際網絡服務部門 旗下的知名服務有入口網站 電子信箱、體育、還有新聞 總報現在位於加州的 深尼維爾市 雅虎曾經輝煌過 不過雅虎發了一份聲明 就是由2021年11月1日起 用戶無法再從中國大陸使用 雅虎的產品和服務 其實就是很簡單 一句話就是 正正式式地退出中國大陸市場 原因是什麼? 他們就說 因為日益具有挑戰性的商業和法律環境 雅虎仍然自力於 維護我們客戶的權利和自由開放的網絡 我感謝用戶的支持 我們看到雅虎在全球其他地方的產品和服務 他們就說不受影響 另外雅虎旗下的科技媒體 Embedger也宣佈 從11月1日起 簡體中文版的中國版 是會退出的 雅虎其實就是最近幾個星期來 第二間退出中國大陸市場的 有兩間公司退出了 有兩間公司退出了 第一就是雅虎 大家如果都用過 如果在外國找工作 一個很好的社交媒體 上個月雅虎就退出了 現在又到雅虎了 而雅虎就是美國在中國最後一個社交媒體 雅虎給出的理由就是 中國越來越具挑戰性的經營環境 和合規要求越來越高 雅虎其實就是在1994年誕生 他的創始人之一是楊智苑 其實在中國知名度很高 雅虎曾經一度是全球第一搜索網站 不過近年影響力大大下降 雅虎之前已經縮減了中國的業務 並且在2015年關閉了北京的研發中心 美聯社就說 雅虎這次撤出其實 在中國有很大程度的象徵性 因為雅虎的一些服務 之前都很旺 現在就沒有了 所以 都是有些可惜的 有些可惜的 好,今次節目時間到此 多謝各位網友,再見